欢迎来到台湾大乱谈 这起枪击案到底有没有犯罪动机 大家刚才讨论很多 这个动机听起来都不太合理 但是民进党现在 似乎把整个方向导向 这个动机叫做吹票 所以才会有扩大渲染炒作 所以这个枪击案的真相 一定要调查清楚这样的方向 为了吹票去做这样子的事情 有这个可能性吗 我先讲一下 如果说今天是连战主席在选举 或是是我们的兄弟在选举 或是聖门本人 如果是聖门在选举 还是连加有关系人在选举 你才去说有什么样的动机 为什么会去找林社门 其实没有啊 他只不过是一个助选员而已 而且不一定会到那个场去 他本来还预备不要去的 就如果郝龙斌那个场 拖延了一下他就去不成了 是 没错 所以我们欢迎民进党成立 什么真相委员会 绝对不会行使抵抗权 欢迎他协助警方 把他查得水落石出 但是我对于警政署 跟对于检调 对于内政部长有信心 他们一定会很快速的 查明真相来公布 让社会大众知道 犯罪是一种异常的心理行为 你看那个标策族 有些不是你没有 没关系人哦 你没有看他哦 他有时开门后面 你看到情人他一刀就把你砍了 你说他有什么动机 他说一爽啊 他一脑就想不开啊 那声门都还没开口讲话呢 今天下午已经征讯了 对啊这种情况就这很难讲 你说到底他到底为什么去联视连胜文 坦白说我不认为他认错人 我不认为他一定是知道是连胜文 但是就像书孙伟为什么对连胜文 为什么去联视连胜文 一种比赎助嘛 你黑道总是烟有头带有主啊 你跟别人有烟烟去杀连胜文 你什么意思嘛 但是 所以民进党才会说是因为吹票啊 因为连胜文大咖啊 这个人哦 我觉得他以前又吸毒又犯行 在牢里很久哦 说不定他很多年也没有真的在投票了 我觉得 我觉得他的那个思维模式哦 跟这个什么什么选举蓝绿 什么吹票看起来 我会建议 不是很跟这个事情有关 我会建议政治人物 谈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要把英国要讲清楚 连胜文中枪 他有吹票的效果 但是你不能倒过头来讲说 说我为了要吹票 然后去开连胜文枪 那个那个就不逻辑了 如果你说 连胜文中枪有吹票的效果 我同意啊 不管吹蓝的票吹绿的票 他当然有 他为了吹票去杀连胜文 当然是存在的 不管你怎么样去解释 他都有政治效果 可是你不能倒过头来说 他一定是为了政治动机 去做这种事情 那我觉得那个 太离谱了一点 可是现在民进党要真相 要调查枪击案的真相 不就是假设说 会发生这个事情 是为了要吹票 那OK啊 我觉得民进党 想要用一个很简单的逻辑 硬套在这个事情上 就是319的逻辑 因为陈水扁银鱼杜上那一枪呢 就让他自己 就是得到很大的好处 本来不会当选的 他又连任了总统 然后又贪污了那么多钱 然后又把钱 统统都移到国外去 那这个事件 因为逻辑非常的简单 谁获得利益呢 非常的明显 就是陈水扁本人 那这么一个单纯的事情 今天呢 来扣在这么一个复杂的事情 连胜文既非候选人 就像素春节讲的 他的家人也没有参选 这个人呢 老实说跟他的朋友 也可能不是深交 那他本来也没有 飞去他那里不可 那这一切的不合逻辑之处 你硬要把陈水扁那一套 逗到他头上去 当然大家就会觉得 你荒谬至极 而且就觉得 你民进党没有格调嘛 不是这个我们也不能够 怎么样太苛求 因为民进党如果没说的 也很奇怪 现在马上再盖来是什么选举 立委选举 所以这个时候 就他们已经在开始操作 立委选举的议题 同时寻找被输掉的一个什么 悲情的故事 如果 原来是那点选举海外输 所以我们没输 我们真厉害 我们现在越来越厉害 这制造story嘛 没有那么深厚 但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那操作对他有帮助吗 不是 像我讲的对 一个就是说 事件发生以后 有一个自然吹票 还有一个副架吹票 副架吹票就是操弄的部分 但是他们讲的不是这个 就说为什么有这个案子发生 他们是道过之来 我想蓝营没有一个人 有这个狗感 敢哪连战的儿子 打得吹票的 对 对